欢迎欢迎来干单设计,我是Win 如果今天你买的房子是一间预售屋 那么你一定会遇到克变的这个问题 但你知道克变到底是在变什么吗? 或者克变到底要找设计师 还是要自己来处理会比较好? 我今天就会整理好这些问题一次告诉你 重要,进入主题,请先帮我们按赞加订阅,非常重要 记得干单,每周三晚上7点准时更新予信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首先是客店到底是在订哪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预售屋在盖的时候 建设公司会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去做一些相关的变更 主要像是房屋的格局 建材的变更 水电的配置 以及相关的设备的更洞等等 这也是买预售屋的好处之一 在房子盖到我们那一层之前 跟建商确认好我们要的格局 以及水电配置的需求等等 让建商去帮我们把这些基础工程先做好 这样之后正式装修的时候就不用 再去拆除跟修改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省掉不少的时间以及费用 那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客变实际上要做的变更到底有哪些 我会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让大家要进行客变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些部分去做思考 建商原本设定的格局图都是固定的 通常客变的时候我们都会依照我们的需求 去更动隔间的隔房 有可能三房要隔成四房 有可能取了二房又想取三房 你老婆在你后面她很火 我对不起 又或者是其中一间房间 我们想要把它改成开放式的 有可能全市的隔间方式都会依照我们 个人的需求去重新做设定 像是大部分的建商附的地板 几乎都是抛光石英砖 假如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客变的时候 把这个建材全部退掉 之后再更换成我们喜欢的材质来做铺设 但通常地平如果要更换材质 通常都要等到我们之后要进场装修的时候 再去进行铺设的动作 这部分通常建商比较不会去帮我们代工 那除了地平之外 例如厨房以及温浴设备 也可以评估是否符合我们的需求 又或者是要做一个升级的动作 或是选择全部退掉 之后再另外找我们真的喜欢的设备 等到装修时再请设计师帮我们做规划 但要注意的是有些建设公司是退掉不退工 有些则是供料前都会退 也就是退掉的建材或是设备 或者是供料前都会追减给屋主 但因为建商都是大量进货的 价格相对来讲都会压的比较低 真的要退的话 通常金额都不会到太高 而厨具的部分 有些人会完整保留建商给的样式 这样可以帮我们省不少的预算 而有些人会选择 把建商的厨具完整的退掉之后 后续再做成自己想要的厨房的样子 那这个方式建商那边退的厨具的金额 就不会到太高 有可能是市价的六折七折左右的价格 而退掉全部重做的金额 相对也会比较高 这个方式也比较符合预算比较足够的使用者 但还有一种方式是保留建商提供的厨具样式 后续装修的时候再运用一些设计的手法 去延伸原本厨具的范围 以及使用的机能 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不用再花钱做新的厨具 只需要花局部的费用去延伸厨具的范围就可以了 这个在课面中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 电路的部分有哪些呢 例如电源插座的位置 根据开关的位置 以及电灯回路的数量等等 那落电的部分主要就是讯号线 例如有电视线 网路线跟电话线等等 这些部分都可以在课面的时候 依照我们的需求下去做变更 这部分需要预先知道 我们厨房跟厕所变更后 新设定的排水以及给水的位置 分别在哪些地方 这部分就可以请建商在课面的时候 帮我们把排水跟给水的位置 直接设置在我们要的定点 后续装修的时候就不用再花大钱 去做拆除跟一些变更的动作了 要先确认好电器柜摆放的位置在哪 以及确认好我们要用的电器有哪些 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室内用电的负荷量 决定要拉多少的专用回路 之后才不会有跳电的问题发生 这部分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有些电器有可能会用到220伏特的 像这些配电问题的变更 都可以请建商去帮我们做课便 卫浴的格局其实也是可以做变更的 但这部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建商划分的水区范围 每个建商的水区条件都不一样 重点在于排水以及粪管 可以一味的范围是有限制的 因为排水跟粪管都是埋在我们的楼地板下面 也就是说这些粪管其实是设置在 我们楼下邻居的天花板上面 如果中间有遇到凉 例如说粪管或排水 我们要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中间如果遇到一根粮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做一堆移位的动作了 再加上这些管线如果拉太远 也会直接影响到地面要填起来的高度 以及我们的泄水坡度的问题 所以关于这一点 并不是我们想要移到哪边就可以移到哪边去的 所以这部分需要特别去跟建商问清楚做厘清 听完以上这些我们到底要找设计师课便 还是自己去进行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做课便 在费用上当然也会省下一笔设计费或者是咨询的费用 但对于空间的配置 就需要花更多的心力跟时间去发想跟规划了 建议如果是自己课便的话 一定要给自己至少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去想清楚自己对于空间的需求 才不会等到交屋后要装潢时 因为没有想清楚而不断变更设计 并且重复施工 这样反而会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跟费用 如果今天是找设计师去帮我们做规划跟课便 设计师就会依照我们的需求 去做量身定做的建议跟规划 如果你本身一开始就有打算要找设计师 那建议在课便的阶段就可以先去咨询了 将一来住家的格局设定 就可以更符合我们的居住需求 在交屋之后 进场施作的工程进度也会更加的有效率 会避免掉非常多NG的几率 有些时候这些NG重复施工的费用 有可能都比设计费还压高了 很多人都会问说 到底要提前多久找设计师课便才来得及呢 其实一位专业的设计师在处理一个课便案 通常都不用到一个月的时间 只要我们把需求都很清楚的告诉设计师 让他有时间去做一些思考跟规划 需求的资讯越准确 设计师越能够运用自身的专业以及经验 去精准地把我们的课便图完成 有些人觉得课便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需要注意的细节真的还蛮多的 总而言之自己到底适合哪一种方式呢 其实如果格局上我们没有要变动太大 需要变更的需求也不会到太多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自己课便其实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对这间房子的需求已经很明确了 之后的装修也准备好要找设计师帮我们做规划 格局上需要改的幅度也比较大 这种情况就比较适合在一开始 先找设计师来帮我们规划课便图的部分 好所以课便到底要不要找设计师呢 其实真的要看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 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带给大家一些更清楚的方向 也让大家更加了解课便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重要细节 好那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 你如果有课便的经验又或者是对于课便有其他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黑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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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